- 船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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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艇 飛越數千公里的路程 耗盡9個多小時的飛行時間 這回我來到澳洲打工度假 我將繼續帶給你一場 前所未見的旅遊新體驗 - 現在你會帶我來看看蝸蝦嗎? - 喔... - 太好了 我們現在寵進了袋鼠的家裡面 看起來好像還蠻友善的 好像那個打招呼的方式還蠻特別的 一般你看到那個袋鼠啊 你最好還是不要先摸牠的頭 你要摸牠之前呢 讓牠先熟悉一下你的氣味 聞過之後啊 然後就可以摸牠的肺 先摸牠的肺 然後當牠覺得說 不開始跟你搞熟之後 可以摸牠的脖子 但是還是不要摸牠的頭 因為牠不太喜歡摸人家摸牠的頭 他們現在睡著了 對 牠很熱 所以牠會在睡著了很多 對 牠會在睡著了很多 牠會不會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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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比較熱一點點啦 所以很多的袋鼠 牠們現在都在休息 而且牠們好像還蠻喜歡聞人的氣味的 我剛剛蹲在這個地方啊 手這樣放著 然後鼻子馬上就湊過來 牠們喜歡嗅嗅的人吧 牠們會嗅嗅的一種方式 牠們會嗅嗅的一種方式 這一次 有沒有看到 牠睡前跟人類一樣 先聞一下 聞一下 OK 喜歡了 再蹲下來 看起來有點那種 老太隆忠的感覺 我覺得牠的表情啊 動作啊什麼的 我覺得就像一個 一個 阿伯一樣 你知道嗎 那個表情就是 啊 痛什麼 啊 要睡啊 啊 要吃什麼東西 啊 吃東西好 我去拿些東西給牠吃啊 你看看 你看看 像不像人 當動物啊 牠們會躺著 然後秀出牠們的腹部啊 表示呢 牠覺得這邊很舒服 而且對你非常的信任 找牠可能會躺這個樣子 不然一般牠們應該都是拱起來的 像這一隻呢 對我可能就沒那麼信任 所以牠背對著我 這隻就對我非常的好 啊 先聞一下 先聞一下 不要那個 那麼 扯分扯分人 OK嗎 學姐說通常 二十多隻群居在一起的袋鼠裡面 會有五隻 是雄性的袋鼠 而雄性的袋鼠 差不多兩到三歲之後 就會離家領住家庭 讓可愛的袋鼠家族 不斷地繁衍下去 所以你現在可以看到 因為牠們很熱 你看牠們在水裡 看到牠們在水裡 對 我們最近有少許煙 所以那些水裡 在水上的底部 會有點濕 所以如果牠們在水上 在底部 會很舒服 因為牠們還很冷 所以牠們在水裡 嘗試冷靜一下 啊 天氣熱的時候啊 袋鼠還會做這個 泥土浴 你知道泥土浴是幹嘛的嗎 就是讓牠們 可以稍微冷卻一下 除了冷卻之外呢 因為這邊有很多的 蒼蠅跟蚊子啊 牠們在洗這個 泥土浴的時候 剛好可以把這些 蒼蠅跟蚊子給趕走 So now we're going to feed them OK This is winter Winter This one is their food Yes this is their food 這是這個 袋鼠的那個飼料 So this all made by the leaves right No this is actually made from grain So this has corn It has some sorghum in it And barley And it's made into a pulp And then it goes through a machine So it comes out into a pellet 主要是一些穀物啊 跟一些草 然後把它放到機器裡面 牠就變成像這樣子的一個飼料 If you just put some food on your hands Like this So if it's Oh 呦 They jump away What happened? You don't want to eat? Yeah no she found that offensive I think I've tried this one Hi Do you like to eat? There you go That one likes Yeah He like me It's go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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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sometimes they are sensitive also During the eating they are also looking here there Yeah In the wild they have lots of predators Yes So you'll see that When they are out grazing in the afternoon And they'll be out eating their grass And they'll put their head down They'll get some grass And then they'll put their head back up And so they can keep looking out So there's always someone that's watching out for them OK In the group 像牠現在應該就在找食物吧 Hi Bye And I want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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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那個牙齒 吃東西的時候牙齒還會咬到你手上 一般來說呢 袋鼠是個不易親近的動物 尤其是野生的袋鼠是更具攻擊性的 而這回我能跟這些袋鼠如此的親近 就連管理員都嘖嘖稱情 所以為了要犒賞我今日的努力 引領萬眾期盼的畫面即將正式登場 OK OK I have to stand here I have to stand here Yeah This is actually a warm-bought foot break You're going to be covering a koala tonight So pop your hands together One on top of the other one Just like that Just like that Just like that 手勢的很重要 真的 Try not to move this hand OK By doing so you'll be pretending to be like a tree Like Chinese Kung Fu Yeah Yeah So I'm ready OK So try to move your hands Stay like that for me Just like a tree And this is Finn Yep So he'll just come over Don't put your hands up Don't put your hands up Don't put your hands up You'll just hold on to your shoulders there 不會太重啦 因為剛才其實我們已經秤過它的體重 大概7公斤左右嘛對不對 所以呢 其實這個重量是非常好的 I cannot move right Just standing Yeah We like a tree So I don't know if you can see it in the camera We like a tree When you say so His eyes cry He's very comfortable Very comfortable He's not panicking He's not a heart attack He's really like Yeah This is a tree My tree is my home 你知道嗎? 剛才我想要轉過來給大家看 可是他說 就是先站在這個地方 然後動作不要太大 因為他需要感受到 他抱的這個物體啊 像個樹幹一樣 讓他有安全感 所以呢 我現在就是站直直的讓他覺得 嗯 很有安全感 只有他頭 他的頭就會靠過來 然後就爬在我的胸口上 然後非常 還好吧 非常的安詳的 就是這樣趴著 我看不到他眼睛是張的來開的 他眼睛是張的嗎 是嗎 睡覺了 睡著了 真的耶 睡著了耶 其實我覺得他蠻香的啦 因為其實尤加利葉 有一個特殊的香氣 那個香氣有點像薄荷 可是又比薄荷稍微再香一點點 啊 有點像是那個九層塔 就是那個味道 所以他身上都是充滿了這種葉子的香氣 在國寶級的動物園裡面 從事國寶級的工作 與國寶級的動物相處 是一種國寶級的享受 看我連續講的這麼多是國寶級 就知道這一站的Working holiday的任務 有多麼難得了吧 不過打工還是打了 但度假似乎還沒有開始 所以我現在就要帶大家到澳洲的街上度假去 嗨各位 我現在站在布里斯本上面啊 一條非常有名的大街上 叫做皇后街 皇后街呢 就是我前面這個東西向有所發到的 上面有很多商店跟咖啡店 還有一些潮牌店在這邊的領域 那在我這邊前面呢 一個南北向的路叫做喬治街 而且這邊的地形啊 這邊的路名 他們的命名非常的西藤 他們東西向的路 一般都是用女王的名字下去命名 也就是女生 那南北向的 就是有男生的名字下去命名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的咖啡店 或者酒吧這樣 這樣聽到女生說一句話就是 男人啊 真的不是那個東西 皇后街是布里斯本市中心的枢紐地帶 也是當地潮牌、潮舞的匯集地 除此之外呢 舉番像是百貨公司啊 名牌商場四處淋漓人 是許多打工度假的遊人們 為了犒賞自己年日來的辛勞 而來到這大肆學兵的積勒天堂 現在大家有沒有看到我身後這棟建築物啊 很有歷史風格對不對 你看 上面有一個時鐘 然後下面是一個古色古山的建築物啊 這個建築物 曾經是布里斯本的一個市政廳 它蓋在大約差不多在1930年左右 那個時候啊 布里斯本通常都會在這個地方來接見外賓 或是招待一些國外來的賓客 來看一些表演或是做一些辦公的用途 所以歷史相當的悠久 而且這附近啊 之前曾經都是荒無一片 幾乎啊 方圓百里之內都沒有任何的建築物 就是這個市政廳 這座澳洲現存最大最富利堂皇的市政廳 是一座最典型的新古典主義派建築 而它高所入天的外觀 不免讓人聯想起古希臘的神廟 由於它是相當寶貴的歷史資產 因此又有人稱它為百萬市府 如今來到這裡的遊人 還能在這裡參與到不定期舉辦的音樂會 來逃野心扉 然後再繼續快樂的Working Holiday之旅 我之前有找到一份工作啊 現在我來到這個地方 看起來有點像是農場耶 現在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 要來向老闆來做一點小小的引建一下 Hi Hello My name is Artif I'm from Taiwan How are you going? Yeah, so I'm trying to find a job like working holiday in Australia Yeah Yeah, so you are the owner in here? Yeah, we get jobs available packing and win the prize session and catching the prawns Catching the prawns in here 喔,好像是一個蝦子的養殖場耶 現在老闆要先帶我們看一下 這邊它是養蝦子的地方 哇,網子已經拿出來了 第一步我們要先把蝦子給抓起來嗎 好,那現在先把那個後面比較重的一邊 放在背後這邊 然後好像要教我怎麼樣撒網 哇 哇 Hailing, guys Is there a lot of prawns in here? Yeah, there's a prawns in here You just pull this one up OK, pull this up OK, pull this up 喔唷,重耶 哇 哇, jumping 哇,活跳跳 哇,真猛的活跳蝦 You pet them for how long? They've been 3 months out 3 months out 3 months out 4 months out 現在老闆要教我 怎麼樣把這個網收成回來 哇 Lot of 哇 哇 So many prawns 哇,抓起來抖一抖一下 哇,中耶 好多喔 據說這個養蝦場 足足有五個足球場這麼大 光是做上這個傻王捕草蝦的舉動 就必須花上三天的時間 才補得完 不過老闆說 這還只是這個工作其中的一個環節而已 第二個環節啊 才是最至關重要的 The next step is 老闆現在要教我第二項工作了 每天早上四點就要起來這邊拉 拉這個繩子起來 然後我問老闆說啊 我應該幾天起來 他說 啊,你差不多三點就要起床了吧 就還蠻硬的 Yeah Oh, I have to put it and pick that one I will pick this one Oh, many 哈哈 哇,每天早上就有這麼多蝦子耶 那該不會等一下我的早餐就是 生猛蝦子大餐吧 這邊的網子啊 比較不一樣的是 它這個口比較大 當你撈到比較小的蝦子的時候 牠們就可以從這旁邊的洞口游出去 然後繼續長大 然後繼續長大 非常大的蝦子 哇,這個就是蝦子 哇,這個重了喔 OK 哇,超多的 雖然這位老闆是靠養蝦為生的 但是他們仍不忘用大網木的網子來捕蝦 為的就是要保護這個生態 據說這和他們從小的教育有關 而蝦子裝完以後呢 就往下個地方去啦 好,剛才我們補出來的蝦子啊 先放在這個貨車上面 然後就把它送到這個運送袋這邊 然後先稍微做個清洗 這邊可以看到一個很大的水管在這邊 然後在這邊做清洗 So you're going to elevate those prawns inside, right? OK 這邊啊,這是一個運送袋 然後把這些清洗過的蝦子啊 一隻一隻一堆一堆的送到這個地方 So how many times you do this per day? Oh, well we were running for about 4 hours this morning 4 hours this morning? Yeah, but normally when we're up and running 10 to 12 hours a day A lot of work Yep Long day 一般都是早上的時候啊 然後大概種這個運送袋啊 做這個蝦子差不多四個小時的時間啊 And this part is a grading machine Yep That sets the prawns into 4 different sizes Oh,這邊可以篩選那個蝦子的大小 完全自動化的過程 老闆在鏡頭前不假思索的全程大公開 就連烹煮蝦子也都在這裡完成 這邊有大的 大的放到這個藍箱子裡面 OK 哇,好多 A lot of prawns in here 哇,還要冰鎮一下 So you put those prawns inside for how long? I will allow to stay in the brine water for 24 hours For 24 hours? And then they go into that machine And then they get tossed into buckets OK So you better try a prawn Really? And I try this one? Yeah Wow, that's nice, that's nice 哇,直接現吃耶 剛才新鮮的蝦子 Oh, yummy Oh, yummy 真的,太好吃了 甜耶 老闆說這箱子有五公斤重喔 每天都得產出五千公斤的草蝦送到市面上 所以也就是說 我每天都得用一千個箱子來裝滿草蝦 你才可以休息 天啊,那我得趕快上工啦 請問一下學長是從哪個國家來的? 我香港來的 你香港來的喔,我台灣來的 我也是台灣人 因為我老婆也是台灣人 真的喔 那這個蝦子我們先放到裡面來好了 哇,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我們一天大概要撈幾籃這樣的蝦子 這個要撈大概三四百吧 蛤? 就我們兩個撈三四百? 對啊 薪水不好賺 很累啊 老闆來了,趕快 走走走走走 Chris說十幾年前 他來到澳洲打工度假的時候 從一開始的一竅不同 到現在已經成為專業的正式員工 雖然許多人羨慕他的工作 但卻有許多不為人知的甘苦在裡面 你有沒有遇到比較辛苦的事情? 喔,有啊 就是譬如說 下大雨的時候還是得去收蝦 下大雨的時候也要收假 對啊,下大雨還是要收啊 因為有時候趕著 不要送貨出去 然後你下完雨 可能澳洲的天氣馬上就是大雨的天大太陽 對,而且現在夏天 對,所以你就一直乾了又流汗 乾了又流汗 乾了又流汗 對,非常非常辛苦 他們一年可能就只有兩個星期 真的是完全不用做事 可以陪小朋友去玩 喔,陪小朋友去玩 對,然後其他時間 他們就是一天工作大概 16個小時就好 最大的蝦子一般會長到多大? 我看到有差不多有這樣子的 差不多已經到15公分了吧 那個不算大了 15公分還不算大? 我去拿一些去年最大的蝦子給你看 好啊好啊 哇,大隻欸 對 這都是你養的嗎? 可以養到這麼大 你的成品 對啊,這也是老闆的成品 哇,這大隻喔 這個生殖應該超過了 快要30公分了吧 這25公分左右 差不多20公分啦 20公分 這次是我們去年養最大的 然後飄出來再當房子用的 喔,所以它是種蝦? 對對對,我們自己也有培育那個 種蝦這樣 欸,你有去過台灣對不對? 有啊有啊 你有去釣過蝦嗎? 有啊有釣過啊 很難釣喔 很難釣喔 你要用那個濕木魚盾 然後把它醃得越臭越好 喔OK 對,一個小時可以釣三四十隻 好啊 真的,還不錯啊 那發現你要帶我去嗎? 好啊好啊,你什麼時候要來台灣? 好啊,我下個月就去了 下個月就去了 好,到時候我再帶你去釣蝦 好啊好啊 還不錯 飛越數千公里的路程 耗盡九個多小時的飛行時間 這回我來到澳洲打工度假 如果你問我 對這趟的旅程我獲得了什麼 那我會說 這次讓我獲得的是 得來不易的友誼 與共同建立的回憶 我想這比其他任何事情 都來得珍貴了 你說是嗎? 好啊 by bwd6 by bwd6 by bwd6